大家好,我是冷军 在2092年,人类已经掌握了长生不老的技术 除了我们的男主以外,大家都不会老去 这也使得未来的人们对男主很好奇 大众对于已经117岁的他很关注 他的生活就像节目一般被全世界人关注 由于人们实在找不到男主的任何资料 而人类对于男主的来历又十分好奇 于是,他们派了一个花脸医生来催灭男主 以此探寻男主的记忆,获悉他的人生历程 这一催眠,直接把男主的记忆带到了出生前 原来,每一个小孩在出生前都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在被遗忘天使亲吻后,这个能力消失 小孩们便可以投胎了 可是我们的男主却被遗忘天使漏掉了 他带着预知能力出生 拥有这个能力的男主成长变不顺利 他知道自己的每次选择将会带来什么 哪怕是走路遇到三个身着红、黄、蓝 三种颜色衣服的女孩 男主也知道自己将会与他们产生联系 这让他变得无法选择 泡硬币决定了他的每次行为 有一天,男主的父亲在街边吃早餐 早餐里的蛋壳 让父亲没能注意到失控的汽车 最终撞上了路过的推着婴儿车的妇女 而提前预知到的男主却来不及改变这一切 家里的气氛随着这次事件开始变化 随后,男主跟踪自己的母亲来到小树林 却发现,母亲正在跟一个男人偷情 男主的家庭已经名存实亡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争吵 终于,在他九岁时 父母决定离婚 在火车站 男主又面临选择 一边是火车上向他伸手的母亲 一边是在站台上孤独淫望的父亲 无法选择的男主决定使用自己的能力 看看自己不同选择下的生活 第一次,男主选择跟母亲离开 在母亲的教育下 男主的性格变得怪异 他时常装死吓唬母亲 而母亲早以习以为常 不为所动 一天,学校来了一个转校生 原来是当年的小红 两人之间产生了情愫 然而,在他们一起去海边玩耍时 小红邀请男主与他的朋友一起游泳 男主却回答了一句嫌弃小红朋友的话 这让他们的感情无极要终 多年后,两人偶遇 小红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这个结局让男主很是不满意 于是,回到海边重新选择 这一次,男主坦然承认自己不会游泳 却让小红觉得男主很真诚 两人的感情也更进了一步 一天,母亲带回一个情人 而这个情人正是小红的父亲 可以在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 两个人都很激动 自然,两个人也没有浪费 父母创造的好机会 发生了更深的关系 就这样两个人一起长大 结婚生子 生活很是幸福 然而一天 男主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了车祸 掉进湖里淹死了 自然这个结局也无法让男主满意 重新来 这一次 母亲与她的情人分了手 小红跟着她的父亲去了纽约 被迫分开的两人 原本约定刻写信联系 但小红的信 却被母亲扔掉 两人就这样断掉了联系 长大后的男主生活在纽约 每天都期盼着与小红相遇 可在一次次的擦肩中 两人一次次的错过 可如果两人相遇又会是怎么样 在地铁站前 因为男主救了一个流量汉 两人相遇了 旧情复燃的两人重温了当年的激情 可等待多年的小红 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进入一段感情 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便离开了 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将电话号码打湿 又一次与小红失去联系的男主 只好在约定的灯塔下 又开始了等待 跟着母亲之后发生的故事 无法让男主满意 于是 男主决定跟着父亲生活 父亲在离婚后 变成了一个残疾人 男主不得不每天照顾父亲 生活得很压抑 在一场校园舞会上 她遇到了小兰 青春洋溢的小兰 一下子就吸引了男主 正好小兰刚刚失恋 需要安慰 让男主能在公园一清方泽 第二天 男主想找小兰表白 却看到一个男孩 从小兰家里出来 男主愤怒地骑着摩托离开 高速行驶的摩托 在路上出了车祸 男主也成了一个植物人 这样也不行 要重来 这次男主选择表白 小兰也被男主打动 同意与她在一起 可却在两人 却往婚礼的路上 遭遇了爆炸事件 小兰当场死亡 男主也被毁容 多年后 男主带着骨灰来到火星 将骨灰撒在这颗星球上 在这场星际旅行中 男主又遇到了老去的小红 可此时发生了星际爆炸 男主 小红与其他人 一起在意外中丧生 又一次重来 这次他们生了三个孩子 可是小兰却并不快乐 她心心念念当年的男孩 甚至患上了抑郁症 整个家庭也被折磨着 最后小兰离家出走了 既然与小兰注定无法在一起 又一次重来的男主 决定在舞会上 第一个同她跳舞的女孩在一起 这个女孩就是当年的小黄 小黄一直暗恋着男主 带着小黄离开舞会的男主 暗自决定要过上富足的生活 长大后也真的实现了 可是她并不爱小黄 生活得很痛苦 每天都在尝试各种自杀的方式 一天她在出差时 冒充了一个被杀手盯上的人 最后被杀死在浴缸中 这些故事 男主在2092年讲述给一个记者听 可记者却不相信 男主经历的人生分明是自相矛盾的 他觉得男主的故事是虚假的 可男主告诉他 现在的生活就是真实的吗 其实 我们都只存在于 那个九岁男孩的幻想中 男主带他到床边 眼前的世界却开始崩塌 原来在火车站的选择中 无法在母亲与父亲中 做出选择的男主 选择了未知的第三条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 他最终等到了来到灯塔下的小红 而这个选择下的2092年 男主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可他却认为 今天是最幸福的一天 在全世界的关注下 男主去世了 可此时 宇宙发生了坍塌 时光开始倒流 一切回到了最初 男主还没有出生前 所有的悲剧都没有发生 而每种选择 都有幸福的生活 这部影片采用了交叉剪辑 将每种可能的片段打乱再结合 很难找到一个故事的逻辑主线 也没有人能确定 自己理解的就是故事真正的样子 这部电影叫《无信之人》 喜欢冷军的朋友点一下订阅关注 下次来就不会找不到了